最近那个华登初上的第二季 我还没看完 我看完了 我是看第一季而已 我看完了 我第二季还没看 然后其实最近 因为观众可能也知道 就我们的办公室 其实是在林森北路上 对 那也就是在这个 华登初上里面的那个Hitari Hitari旁边 旁边 真的就在Hitari旁边 真的就在旁边 对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这个 调通这个文化也算是 略有些设略啊 对有点设略 就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而且尤其是其实日式酒吧 其实我们也是去过 对就是Hitari那种样态 Hitari那间你有去吗 那间没有 那间是酒吧 对 对啊我们讲的日式酒吧 都是酒 我可能现在比较常用酒吧 是吗 对 Hitari那个算酒店吧 那个算酒店 对 但是其实我们也去过类似的 Barn Night Barn Night是酒吧 其实他也会有女生 来跟你聊天 对 但只是我觉得那气氛不太一样 对 因为在华登初上里面 他真的是有点卖那个暧昧 对 我觉得在Barn Night 给我感觉就只是单纯聊天而已 Barn Night 比较像八天的跟你聊天 对 就是对 就单纯就只是聊天而已 你也不用付什么点台费 也不用 什么大框小框 不用不用 他就他没有那个 还没那个 对就单纯聊天 而且他很便宜 500块低销 对 所以我们会讲 他可能比较接受 所谓的日式酒吧这样子 OK 对 那其实讲那么多 你会发现我们酒吧里面都加 前面加两个字什么 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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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 就我们尾牙也吃日式 对 看来我们对日本是非常的喜爱 对 但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 其实 好像没有这么多 其实真的不多 我们在之前节目有时候要聊到一点日本的东西 对 那就卡关 对你看我们那么喜欢日本 对 看日本的东西 你去过日本几次了 哦 超级多次 六七八九次了 对 六七八 太多次了 太多次了 真的忘记了 我真的 以前大概小时候没两年就去一次日本玩 那你说问你去过日本哪些地方 我跟讲从南到北都去过 南到冲绳 北到北海道 通通去过 哦北海道我也去过 对 通通去过 东京去过不到几次了 OK 嗯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去日本 还有钱啊 没有没有 都是 都是爸爸妈妈带我去 哈哈 自己只去过一次 那你去日本会去玩什么 我我自己觉得日本给我感觉是 没有地方不好玩 嗯 因为他们就是 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个精神在那边 嗯 所以他们东西的品质 我觉得都是 不管你在哪边都有一定的水准 他们东西我就觉得 都很好吃 甚至你去 你不知道吃什么 去Seven 随便买一个泡面 哇干 超级好吃 连凉面都很好吃 你是有点回到殖民母国那种感觉 好棒 好棒 那你吃到福岛何时了吗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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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现在吃不到啊 台湾现在吃不到 对 想要吃吃看吗 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 我们这个之后也会做一集 对 然后要纠正大家的观念 对 辅导书不等于何时 对 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的讨论 对 我们之后会讨论 对 但讲那么多 我们今天就是要真正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日本的政治 对 对 那我们邀请到一个我们好朋友 对 社后不离的秘密跟蠢蠢 不是他们来 不是他们 他们介绍 一个在台湾念 国际关系的日本人 嗯 找他来跟我们聊聊天 对 来聊一下台湾政治 也聊一下日本的政治 没错 来 也让大家去理解一下日本人怎么看待台湾的政治 先开场 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贵智 我是若毅 好音乐来来来来 OK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好朋友 好 我们的Momo-san Momo-san 你好 こんにちは 全名怎么讲 全名日文吗 对全名 Momohara Masahit desu Momohara-san Momohara-san 对 听到就觉得好像有华丹出上的感觉 中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邀请这个Momo-san 来跟我们 这个讨论一些日本跟台湾的一些东西这样 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这一集是政治归政治 是邀请Momo-san来聊天的 那不是说Momo-san是什么台湾关系专家什么 不是他不是用这种身份来 对 Momo-san是在台湾研究所在四大 对 面国际关系 对 那对日本的政治 然后对于一些民主的政治的理论 对 都会有一些涉略 有一些涉略 然后默毅是台大国发所 就业中 就学中 就学中 跟那个民众党很多的候选人很像 但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吗 他们有毕业 但有些人写旧学中啊 我还没毕业 我说是念了六年了 好那你有要毕业吗 不知道 Momo-san都已经写完了 人家就用日文写 合理吧 合理 OK对 好 我们就是欢迎这个Momo-san 那Momo-san主要在台湾念 是念什么样子的政治 主要是读民主和平论 对 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 有没有简单跟大家讲 是康德的理论吗 对对对 是那个 是那个康德理论对不对 后来 那个很难欸我的妈呀 对啊 对那个理论就是民主会带来一个和平 和平 所以那个论点的目标就是论证说民主会带来和平 对 康德有个很有名的理论啊 什么永久的和平 对 透过民主可以实现永久的和平 对 但是我就只知道这样了 后面我也不知道 我也只知道这样 没关系 大家也知道 我只知道日本的室友名称 我们也只知道 知道这样就好 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念这个 对为什么会来台湾 那为什么不去德国学康德 因为我那个大学的时候是读华语系 然后复修是政治 对所以刚好会讲中文 然后对政治有兴趣 然后就来台湾读这一块 那怎么不去北京呢 那边能够研究的东西有限制 有些东西不能研究 在北京研究民主 特奇怪 特别困难 特奇怪的 对 有着服辱虎穴淹得虎子 就是先被火虎吃掉 没错 太冲突了 太冲突太冲突了 还是来台湾好 你的硕士论文写什么 我写的论文是 民主和平理论 然后这个理论套在日本的 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 OK 那这也是跟国际关系相关 因为都讲到战略方向 是不是跟安倍晋三 跟过去的一些政策方向有关 有关系 安倍晋三不是想要把那个 什么和平宪法修改掉吗 没有修改 还没有修改 想修改吗 对 日本从来没有修改过 就是从二战输了之后 从来没有改过 这么厉害 那个规定是在日本的宪法第九条吗 还是 他想要改的是对第九条 你看我有点sense 那第九条是什么规定 我记得就是日本 只能有自卫队不能有军队 对 就是我们是放弃一切的武力 对 我们宪法的九条是这个 所以我们不能有军队 所以我们是只有自卫队 没有军队 那不是自卫队跟军队什么差别 差在哪里 就名字上不一样 因为宪法上面写说不能有武力 所以不能写军这个字 好OK OK 文艺解释 文艺解释 所以一样还是有武装的力量 有 可是不能够用在攻击侵略性的 只能保护自己 因为自卫嘛 对 所以只能用在防徽自己的概念上面 宪法上是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有 我觉得日本具有就是可以攻击对方国家的能力 能力 OK 日本一定有 日本那么强的国家 日本算是自卫队 可是他军队的规模 全世界潜时大 对啊 那我们就问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中国打来台湾 日本会帮我们吗 对啊 第一题就是夏蒙耀 夏蒙耀 对啊 对啊 日本不是一直在说什么 阿里高德台湾啊 台日友好 对啊 三一我们这个 这个是认真的吗 因为台湾的新闻很喜欢报什么日本人很感谢台湾 然后三不五十就是讲什么日本人 什么商店感谢台湾 什么旅馆感谢台湾 民众很喜欢台湾 对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 这会不会是这个台湾的新闻炒作 对 然后自我自卫 什么的 对 就是看到一些好的就把它拿来讲 没错 搞不好其实大部分日本人都无感 搞不好就一点点而已 就把它大输特输这样 对啊 日本并有两三亿人 搞不好两三万人这样 对啊 某某桑真的是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 是那个 真的是最喜欢台湾 最近也是有一个就是做那个交流协会 日本交流协会有做一个调查 然后就是问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是哪一个 然后结果回答第一名是台湾 哦 哦 日本真的很喜欢台湾 对 那为什么 对为什么这么喜欢台湾 应该是刚刚就是你们提到的 嗯 就是那些311啊 那些的新闻 日本在日本国内也有报很大 哦 所以是真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我坦白讲 我最后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是2017年 呃311也过了六年了 但是我实际上我看到是真的都是 到时候是还是感谢这样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是蛮真的这样子 那为什么钓鱼台也不给台湾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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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喜欢 有好 不代表什么东西都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细合嘛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对 这个讲了可能要就是录一集 要录一集 要另外录一集 那日本人怎么看钓鱼台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各有立场嘛 对 我们来聊天嘛 对 所以我们也不要说 台湾人怎么看钓鱼台 然后日本人就去死什么 不是就听听看日本人 怎么怎么看人 看他们自己对钓鱼台的历史 因为日本人 对 钓鱼台在日本就尖隔诸岛 对 对 尖角什么的 尖角首都 哦 对尖角首都 哎 你真的是不错耶 我跟你就跟你说 大学学了三年日文啊 你真的是语言能力蛮强 我考到N3耶 哎 你真的是蛮强 这N3的听力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然后我想也不能说一个字听不懂 应该说一句话都听不懂 就每一句话只能听懂几个单字 什么时钟 右边 拍照 然后手上有雨伞这种 但是但是你还是 就靠这种很拼凑的 哦 因为他拍一张图 然后他可能念 他可能念四句话 你要学哪一句话是对应到那张图 类似这种考法 我就说哦 这句话有时钟 哦 图片中有时钟 我就选这个 就变这样子 然后这样就考过 对 莫名其妙就考过了 但其实一句话讲不出来 真的蛮厉害的 对 那回来 日本人怎么看待钓鱼台这件事情 很简单讲 很简单讲 就日本民众觉得当然是日本的领土 对 然后其实很多日本人应该不太知道 台湾有主张就是钓鱼台 哦真的假的 应该都是比较接受到讯息 跟中国的通俗 对对对 都是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在主张 哦 OK 对 因为为什么就是就是不知道台湾是因为是 台湾主张钓鱼台 日本没有什么威胁 因为台湾军事力 比较弱 防悉 对 因为日本人觉得台湾绝对不会就是打 不会侵略啦 对对对 可是中国的话真的有那个可能性 因为军事力来讲 所以是日本也不用不必要就是 特别去报道这件事情 哦 我觉得他其实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嗯 跟他的论文是息息相关的 哦 对 对日本台湾都算是民主国家 对 没有什么利益太大的冲突 所以没关系 大家如果有争议坐下来谈嘛 对 可中国不一样 中国就是个独裁国家嘛 对 对啊 你说打是有可能的 对 而且钓鱼台它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嘛 嗯 就拿到钓鱼台的话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啊 很多的针防啊 监测啊 都可以去做 对啊 就是如果中国就是拿了那个位置 就是 如果要 就是 占领台湾很简单 哎 诶 所以 有没想过这件事情耶 对 其实我有听过这个说法 怎么说 就是 就是他刚才 莫莫桑讲的那个状况 因为现在是那个 中国在台湾的西边嘛 对 可是钓鱼台湾是在台湾的东边 东边 东边 西边都有自己的那个基地啊 哦 对 就是有点第一岛链被戳破一个洞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我记得李登辉其实就有提出 就是有 简单好像有提过说 钓鱼台其实应该给日本 其实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讲 这个战略其实并不一定是错的 OK 对 就是先撇开历史的情感 利益啊 国家的利益 对 这也算国家利益 就是把它给日本 然后换取更多的保护 这种概念吗 因为李登辉对他来讲 他觉得可能那个才是真正符合国家利益啊 因为日本站在那边我们也安心 日本不会打我们 对 对啊 那我们站在那边 然后帮日本一起捍卫中国的入侵 可是日本取得跟台湾取得 我想日本取得的正当性 不一定比较高 但是 这个危险 但是实力 日本的实力可能比较 在国际上实力要取得可能是比较容易的 对啊 这个可能是这样子 这边快速帮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钓鱼台它的争议是说钓鱼台 它到底 有没有算在那个冲绳群岛某一个地方 因为冲绳是日本的 对 那钓鱼台在某一个时间点被美国占领 嗯 那后来应该说整个冲绳有一段时间是被美国占领的 那战后是美国把冲绳还给了 日本 嗯 那就留下个争议之后 那钓鱼台到底要一起还给日本 还是钓鱼台 其实应该是要还给台湾这边的这个中华民国 对有这样的争议 有这样的争议 因为到底钓鱼台 因为钓鱼台刚卡在一个冲绳跟台湾中间位置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说它是台湾的延伸 对 可是从一些板块分过来看 它可能比较像是琉球那个群岛也是 没错 反正这种东西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 好啦 但我想切入直接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现在 其实我们最终想要了解是日本政治 嗯 那其实我自己对日本政治是有小小的兴趣 对 但是又没有到很大的兴趣 我对韩国政治就兴趣就很多 研究比较多 为什么 我要问一个关键问题 对要问Momo桑 就是日本最大的党是自民党 对 自民党全民是什么 自民党全民 自由民主党 OK 自由民主党 日本是不是又有个民进党 有 对 是民主进步党吗 不是 它全民叫民进党 可是现在我记得是没了 倒掉了 对倒掉了 后来就是 后来就分裂了 分裂成一个是国民民主党 然后另外一个是 立宪民主党 OK 有分裂 民进党分裂 分裂出国民党 对 好 但我要问一个关键问题是 你看台湾 我们从1996年到现在 对 学那么多次总统 对 国民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 对 国民党执政 再民进党执政 对 日本战后到现在 几乎都是自民党执政吗 对 总共政党人提过几次 两次吧 两次 我记得是 所以 就是说战后到现在六七十年了 嗯 基本上自民党算是一党独大吗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我就问一个尖锐的问题了 那日本凭什么自己说自己是民主国家 哦 对不对 一党独大啊 怎么都是 都是 你看如果 按照朱立伦的讲法 民主独裁 民主独裁啊 对啊 民主的制度但是都是自民党自己全部吃掉 对 而且跟新加坡也很像 对啊 对 新加坡都是那个人民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 对 某某上回答一下 你们日本为什么说你们自己是民主国家 哦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 投票来改变就是自己的政党 实际上也改过两次 嗯 可是重点为什么大家没有改是因为自民党是一个百货公司 哦 百货公司 怎么说 它里面右派左派都有 什么都有 中间什么都有 哦 没有理念他 没有理念他 在台湾就会说没有理念 在台湾就会说是民主党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党内还有派系 然后每个派系的自己的就是左边右边中间 OK 对 所以选自民党就对了 OK 应该这样讲 对选民来讲 投的其实不是自民党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自民党 我是投自民党里面的谁 自民党里面的哪个派系 那才是重点 其实就是投票的人没有想的那么多 可是就是 都投票给那个自民党 然后他们自己会那个调整 哦 对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因为像我们台湾是一人一票选出我们的总统嘛 嗯 对不对 蔡英文是817万 每一个人 这817万都是一人一票投给蔡英文 对 那日本是不投 因为日本没有总统 对 日本只有首相 对 首相要怎么选出来呢 哦 首相是我们 对 投票的制度我们跟台湾不太一样 对对对 呃台湾是那个办总统制嘛 对 就是你们的行政权是那个分给就是总统跟行政院 没错 对对 可是日本是首相制 嗯 首相制是先那个选那个立法委员 OK 就我们说那个众议员 对 议员 然后里面的那个最大党 就选了就是组阁吗 我们说组阁 对组阁 对组阁 然后做内阁 然后内阁就是有行政权的 OK 对 所以就是帮上跟观众整理一下就是 就投立法委员 你再想想台湾投立法委员 最大党的那个那个党的党主席 就是首相 OK 那就好奇 那他首相他本身也要选议员嘛 首相也是 他本身要是他本身要是议员嘛 对他本身也是议员 然后所以现在好比说像日本现在首相是 岸田文雄 对对 他也是个议员 对 哦 哦 那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 那好比说日本也有分区的立法委员 跟不分区嘛 有 那岸田文雄 他是分区还是不分区的 他是分区的 诶 其实刚才聊天的时候特别提到 您说只要是首相通常都会是 对分区的人 因为这样 嗯 这没有什么明确的 就是那个名文规定 通常而已 对 通常是大家觉得 诶他是选区选上来的 他有资格 比较强 对 诶 这个要跟观众讲一下确实嘛 因为你是选区 比方说你是 你在那边是霸主 对 不分区通常是谁会去当不分区 就是新人 或者是没有知名度的人 或是 帮大家白话翻译也比较弱一点 对 政治实力比较弱 你才需要靠不分区 OK 这也是事实嘛 对不对 你要真的是很强 就是你在地方 那边谁都撼动不了 对 那这个党如果要选举的话 永远一定推你 不分区有的时候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有他的特殊性 对啊 特殊背景 专业背景 他可能是专业 但政治实力没那么强 比如举例一个例子 嗯 在国民党他曾经推过一个 不分区委员 叫杨玉兴 他是一位身心障碍人士 对 然后在身心障碍界 耕耘非常久 对 坦白说身心障碍人士 要参加 那种真正的选举 嗯 太困难了 对 所以身体上 所以一定要藉由不分区 对 可是国会有一个不分心障碍人士 进入国会 是蛮棒的 是很棒的事情 那他也推动很多 身心障碍相关的法案 对 那台湾 现在有没有 身心障碍人士的例子 我就不知道 对 我也没有 对 就举例 举这个例子来讲 大家就不要理解 就不分区 还有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功能 但是我觉得 刚刚莫桑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政治实力嘛 对 对啊 可是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哦 他就说 岸田文雄 去年在竞争的时候 我不知道贵政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新闻上面就说 他会不会当选 是用什么去分的 你知道吗 用什么分的 派系去分的 就大家都是自民党 但自民党里面的派系 好像是什么系 什么系 什么系 然后全部都是名字 安倍的派系 对 对 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状况 因为在台湾很少有这样 在台湾也会有派系 可是 比较不会那种明目张胆的 就说 他一定是谁 他一定是谁 这样子 哦 因为我们是那个 就是内阁字 内阁字嘛 对 内阁字的话 当然是最大党的党 就是党主席 就是首相 对 对 所以就是自民党的代表 代表是首相 嗯 对 然后 我们其实 大家知道怎么投票吗 他们的那个选择方法 你介绍一下 直接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这次的投票的方法是 国会议员就是一人一票 哎 然后自民党的那个 他们地方都有那个他们的 我们说那个支部 支部 分部 分部 对 我们每个县都有分部 分部也有票 是地方党部 对 然后一半一半 哦 投票 所以地方党部的人 一定很多人嘛 对 就是大概300多票 跟300多票 哦 都是一半一半 对 一半一半的 就是自民党里面自己人投票 对 对 然后有一半是 议员 嗯 然后一半是地方 已经选上的 我们的国会议员是 一个人一票 嗯 然后地方是47个县市 然后全部就是 加起来300多票 OK 一半一半这样子投票 这些人全都是自民党的 对 对 都是自民党 再跟观众讲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个 日本首相选举 因为我们刚才跟观众讲嘛 那是你们党里面的 呃 算是党主席 就一定是首相 对 所以这是自民党自己的事情 因为自民党是国会最大党 他们在选 这是一个选 自民党党主席的方法 对 AKA首相 OK 就一样 因为这就不关其他党的事情 对 对 然后 但是我比较好奇是 他为什么都是用名字来做派系 他说安倍有自己的派 那个小泉 纯一郎 可能也有自己的派 还有谁谁谁有自己的派 为什么都是以 这个个例三头的方式 像台湾是新潮流 新潮流没有一定属于谁 对 郑国会也不一定属于谁 可是日本都是以 哪一个名字当中 一个派系的一个领导者 顶多台湾就只会说 比较会说 这个可是苏系人马 谢系人马 韩家军 之类的 但是苏系跟谢系 如果真的硬要跟郑国会 跟新潮流比 又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规模 对 比较像是说 他可能是苏贞昌带出来的人 对对对 好像也不会说 他一定是一个派系 对对对 对对对 台湾的跟日本有个落差 对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这些派系就是 呃 对外的说法是 政治的立场不一样 因为我刚刚说的就是 致敏党是白沃公司 白沃公司 对 我是右派的 然后就右派的那个 自己的党派 OK 然后左派的 然后左派的党派 其实不是 其实我觉得认为是利益关系 欸 对 我跟着谁 我有就是那个 就是我可以说 比如说就是我有跟着谁 我有那个外交部长的位置 啊 我有跟着谁 就是下一个我是 我是什么那个国防部长 嗯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是都一直在看 说 欸我跟着谁比较好 好 我帮大家稍微就是补充一下 是我会这样问 是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一个漫画 嗯 叫盛唐教父 嗯 然后这盛唐教父 其实是 非常有名的一个漫画 他里面讲到日本政治的时候 其实 就有提到就说 欸 其实那个选举的过程 就是什么派什么派 然后后来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样的状况 然后我觉得 很有趣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边可以 切出来跟观众思考一下 因为问题就是 其实有的时候 自己的政党里面 会有各种的派系 对 对所以你不一定要 做任何改变 你不一定说 我一定要换政党 换政党里面的人 其实也是一种改变 OK 那讲到这边 我想再问到 这个下一个一个小小问题 呃 MOMOさん有没有看到 我们2020的台湾选举 你觉得怎么样 台湾的选举吗 嗯 也不错 我觉得台湾人对政治好热情 很热情 日本人对政治不热情吗 就前面提到的一样 就是一直都是自民党 对 然后就是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吧 嗯 他们一出生就是自民党 嗯 然后一直都是自民党 他们来讲就是 诶 投给谁 好像都差不多 哦 对 日本没有那个政党 像民众党这样子吗 让改变法身 哦 对 就强调自己 就是要跟自民党不一样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时代力量就要标榜 他就不要当小绿 对 也是这样这样概念 或者民进党当时出来的时候 就是 阿扁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是换人做做看 对 因为国民党执政那么久 对 在日本应该也有这种政党吧 然后去想办法得到民众的诉求 那没有办法成功吗 有 可是 其实我觉得日本的党比较多 日本是很多小党 对 非常多小党 对 那日本有哪些主要小党 小党主要的吗 对 大阪 大阪 维新 然后职会 还有 刚刚讲的那个立宪民主党 对 还有国民民主党 还有共产党 公民党 公民党也有 公民党是跟着就是自民党的 他是跟着自民党的 他是一个宗教的政党 宗教 日本有宗教政党 有啊 OK 其实是宪法是违宪的 这很怪 对 就是宗教 就是跟那个政治不能合在一起 对 政教分立 政教分立原则 对 对 就是这样 OK 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很惊人的 共产党 对 日本小党里面有一个共产党 对 而且是不小的 对 他每次都有就是10到20的那个位置 他们现在在日本的那个议会里面 总共710个职位 他们还占了23个 对 OK 那还算是有一点 对 有一点点影响力在 有 他们特别是那个地方政治的话 是有更大的势力 对 那日本共产党的主张 跟中国共产党是很像的吗 还是他们会亲中吗 哦 他们是 他们是 呃 先说就是他们就是像不像的话是像 因为他们都是要求的都是共产主义 对 对 可是关系是还蛮不好的 哦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共产党认为 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 他们放弃了共产主义 说得太好了 这是真的啊 对啊 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我觉得就是威权主义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不管任何意识形态有很重要的前提 都要民主 对 对啊 他们不是民主你就没有什么意思 就没有所谓的真正民主的意识形态 去做区分 OK 对啊 不过我还是蛮好奇一件事情嘛 因为像日本那么多小党 嗯 都做要改变 对 刚刚阿莫桑讲个理由嘛 因为他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是自民党 所以他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什么投票诱因就是 嗯 就是没有什么说我投什么政党 好像可能会打败自民党 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理由 还是因为日本生活就真的不错 他们绝对不需要改变 对 对大家来讲是 就是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 政治是政治 就是没有跟自己的生活有太大的关系 大家是这么认为 而且我有一个部分是跟台湾日本不一样 是日本是 就是投票给谁 就是代表国家的未来的 嗯 可能性比较高 嗯 因为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的最大的差异是 对中国的态度 哎 对 我觉得这个讲到一个很关键 就是对他们来讲 没有太大的威胁 嗯 他不是说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蓝营的支持者就会觉得民进党当选 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 对 对于日语人来讲 这个国民党当选 台湾就要被并吞了 哦对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危机 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没办法激发出日本年轻人投票 因为我记得日本年轻人投票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对 这个我觉得很有 很有趣 对啊 大家没有什么 就是太大的威胁感 就不会去投票吧 因为日本哪个党当选还是就是亲美 亲美 就是跟着美国 哎 哦 哇 其实听起来就是 谁来做都差不多 有点像这种感觉 对 但是 只是国内政治的方向 就是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嗯 这样才而已 OK 大的方向是一样的 OK 哦 这个跟我们台湾有个差别 就是我们觉得谁来做都差不多是一样烂 对他们讲到谁来做都差不多 都好像是觉得反正就这样子 对 反正谁来做都是这样 对啊 那日本年轻人从政的踊跃吗 日本年轻人吗 嗯 很少 我在日本也是很少跟朋友聊政治的话题 真的哦 没有什么在聊 我们天天聊欸 对啊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聊 你看我们节目就做一个聊政治的单位 对啊 而且在日本 日本聊的政治 有些人觉得 哎 你为什么干嘛聊政治 就感觉怪怪这样子 不然日本人都聊什么 去哪里玩啊 吃什么东西啊 小确幸 OK 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少出现政治 对 哇 这真的是很shock 就年轻人不关心政治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么说 就是自己眼前的生活比较重要 那你会不会觉得台湾的选举会让你觉得 太不可思议 太疯狂 对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你们自己可以选总统的关系吧 嗯 我们是间接性的 对 间接选举 对对对 所以就是自己就算选了 就是自己喜欢的单对了 然后单选了 不一定可以他当首相 对这倒是真的 OK 对 那你会觉得这种现象好吗 就大家都比较没有这么关心 因为这有可能 这可能有好有话 没那么关心 可能大家觉得不好不关心 但是可能反过来讲是因为很不错 所以不太需要关心 你自己怎么看 有人也会主张说就是首相就是公选制 可是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吧 因为总统是国家的代表 日本已经有国家的代表了 天皇吗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我想岔出来讨论一下 因为天皇是世袭制嘛 但他确实是国家的代表 可是他其实并没有民主正当性 日本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嘛 我们来讲还好 因为他是他最大是他是一个宗教的教主 宗教教 最大就是他 所以就是他没有民主的正当性没关系 大家就是去宗社拜 然后就大家喜欢宗教 那就也会喜欢天皇 所以天皇在日本人心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 因为这个对台湾人来说很难想像 完全不能想像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 天皇像天皇这样子的人物 就是一个尊敬的对象吧 就是从小就是被这么说 没有什么怀疑的空间 OK 对大家都是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媒体就是就是报新闻 应该台湾不太会 就是日本的话就是报那个 嗯 关于天皇的新闻 就是都用禁语 对 跟其他新闻会分 之后会很明显的用语便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哦好酷哦 那那有没有年轻人去批评这件事情 哦 凭什么这种世袭制 还在我们民主国家当中 哦 就是共产党会啊 哦 OK 他们是主张就是那个 废天皇 废天皇这个 但这个主张在日本多数人里面是得不到支持的 没有 应该是很少 我这很难想象 你个人 你个人觉得 你个人觉得天皇这个制度 你觉得日本会有机会继续下去吗 我觉得会吧 因为这个制度 对外交来讲是蛮有利的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跟那个英国的王室外交一样 哦 OK 以礼服人 对对对 然后有自己国家的特色 嗯 就很像是一个超级巨星一样 因为英国旅行去哪里 嗯 就是 你就是哪里哪里有一些帮幕出问题的现象 你就派女王去 然后公开发个表个演讲 然后去看一些 做一些慈善的活动 对 那边的人就会吵哀你 而且说真的因为 英国人是这样玩的 日本也可以这样玩 而日本天皇跟英国女皇 其实因为都本身是没有政治实权的 嗯 对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会 有什么 比较不会有负面的 因为你没有 你不需要做 政治的事情 对 所以软的外交就是给他们做 然后就硬的就是政治家做 OK 所以听起来就是日本人觉得这样 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从刚刚摩托长到现在来讲的 很多事情就是 没什么不好 对 对台湾来讲 我们会觉得这样不好 但是听起来就是觉得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这是很有 非常有趣的地方 而且百货公司的比喻好精准 而且上一阵的天皇 现在是太上皇 现在对 现在叫太上皇 上一阵天皇还是那个 研究鱼类专家你知道吗 嗯 真的哦 对 他是鱼类研究的专家 很厉害 他还有发表论文 他还有发现一些新品种的鱼 用他的名字命 对 对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生鱼片这么好吃的原因吗 哈哈哈哈 还是这跟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好 那我觉得很强啦 就很难吃强 对 那我们刚才聊到现在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所谓日本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状态 哎 其实台湾人可能很难以想象嘛 因为台湾人没有 朋友们政治都非常的疯狂 尤其是 我不知道你们 因为刚刚某某桑其实说年轻人之间也不太会讲政治 对 那台湾人是跟家里会吵架你知道吗 对 狂吵 我有听过 对 对 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日本政治 那 差不多像某某桑你怎么看待台湾的这种政治的狂热 这个现象 对 从一个日本人观点 你会觉得怎么样 这样子 我觉得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就是把政治当做自己的家里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可是吵到大吵呢 因为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决定 这个是很棒啊 对啊 就是 就是这个 而且是用就是讨论去 就是可以更深化 就是自己的想法 对啊 吵架也没关系 哦 对 这个 至少你愿意吵嘛 对啊 反正吵架就之后再想办法和好就好了 反正都会和好嘛 不要那个放在信里面都不讲 对没错 对 那可是我本来他其实说 那好那日本觉得 对吵架是好事 那你怎么看待民进党跟国民党 哦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 不是他们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的问题来决定 嗯 对 就是中国怎么对待台湾 就是台湾的国内政治也会变吗 对 对 所以就是 而且他们之间的 我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想法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可能之后的 他们两边的那个 讲的内容会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想 怎么说 我听说过台湾一半的民众是支持 去维持现状 对 然后所以就是想要就是弹选 想要当那个最大党 就是要维持组装 对 就是维持现状 对 所以就是这两大党一定会就是 往这个方向去靠近 对 哎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一个 一个切入点 对 因为我觉得 好比说像我觉得蔡英文的政策 其实就是有点这样子 对 他就是想把国民党的东西都吃掉 对 好比说他喊的不是台湾独立 他喊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对 然后甚至在蒋经国去世的时候 还有点尊奖的一些话语出现 我觉得他是想吃浅蓝的这个 嗯 他想要把一些国民党的话术 对 重新包装成比较符合绿口味的东西 这样子用这样方式去挤压蓝营生存的空间 但他在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被民党 他其实现在就被很多民党骂 因为你就会被胜率的 对啊 他说今天段一康就骂他 对 所以 真的哦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可能会胜率的 或是胜蓝的会生气 对 所以就是胜率就是我觉得那些 我个人的想法 OK 就是基金党出来什么的 他们就可以当作就是胜率的那边的人代表 对对对 可是像你我觉得你讲的很精准嘛 可是那蓝的怎么办 因为蓝的看起来没有想要吃中间的论述出现啊 战斗蓝就很胜蓝的感觉啊 对 我认为是这个是就是国民党就是靠中间的是国民党本身 然后就是更 更朗一点的就是那些什么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韩国瑜 不是不是不是 赵绍康 那个一个党 新党 对新党什么的 对或是什么那个中华什么什么 同一同 中华同一国进党 对对对对对对 那些就是就是吃那边的 对 因为国民党本身是靠 越来越靠中间的 哦 所以你觉得未来国民党会慢慢靠中间 我觉得现在也是 对 对而且以前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就是党内也会这样子 嗯 对对对 你看江启成在当的时候其实就很明显的往中间走 嗯 江启成他当党主席的时候他不太讲左右共识 对 他不太谈 对 但是他弄到就是习近平不发核定给他 对啊所以但是反而就是那个朱立伦回来之后 我觉得又有人到了又有人往后退 对对 可是我觉得朱立伦是算 那里面就算是中间的 对对对 对有更恐怖 好比说什么 好比说谁 有一个教授 张亚中 对啊那边都要可能国民党直接就是越来越小了 就是他们的势力 如果他当选的话 对啊 所以就靠中间就是他们生存的空间 那你作为一个日本人你怎么看待中国一直威胁台湾这件事情 哦这个他们不是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吗 对他们是这样讲 嗯所以就是他们不会放弃吧 然后日本看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没有很了解就是 日本的媒体一直报导说台湾想要独立独立 然后日本认为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想要独立 很多人就是错误的认知是这样 哦日本很多人还是这样觉得 对对对 其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就只是想要独立 OK 对对 哦你说很多日本人到现在都还是觉得 对一直说就是台独台独台独 哦他们认为的台独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独独 但是日本人应该知道台湾其实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吧 对 知道 所以他们不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吗 哦一般民众没有想那么多 哎 合理啦合理 因为他们不太讨论政治 对他们已经不讨论政治了 然后坦白说这不是他们家的事情 对啊关我屁事 对合理啊对 之前有一阵子就是什么曾博恩他就把什么台湾问题做一些 比较搞笑的方式去讲 想要全世界听 对对对 其实就是我发现到这件事情 对 就是台湾人一直觉得好像台湾很重要 你出国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其实没有人在care 第一个是你在国外遇到人家知道台湾 就已经很来不及了 因为大家会说不是泰连吗 对 我之前在瑞士就是跟人家讲我从台湾来 然后就说哦我去过那边按摩很舒服 我就知道他一定觉得泰国 他一定觉得我要讲泰国 台湾按摩也不舒辣也是不舒辣 但是当然台湾不是以按摩文明的吗 对对对 就很怪啊 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他知道台湾 他说哦那个坐脚踏车的国家 做什么 脚踏车的国家 那就是 捷安特 这个还是要有点sense 这个程度很高 这个程度很高 肯定是个高知识分子 可是他们就不能理解 大部分的我遇到外国人都不能理解 就台湾跟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我去瑞士的时候是去交流 跟那边的硕士生也是学国籍法交流 然后就有一个人说 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 台湾跟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 哎 确确实会这样 这样就搞不清楚 然后说台湾到底是台湾还是中国 因为你们国民国家叫Republic China 那你们说台湾 那台湾独立是指独立什么东西 啊 可是日本 可是我们台湾就是 全给日本那么多钱 所以人家也许会更有意愿 所以这个台日关系可能是 蛮重要的 那既然讲到台日关系 我们可能就问一些尖锐的问题 就是因为日本在 2011年3月11号的时候 我生日前一天 就是发生那个三一海啸事件 那所以因此核电厂爆炸 所以因此现在福岛的 那边附近的食物 在进口台湾上面 出现了问题 那刚刚Momo桑 你说全世界有哪些国家是禁止福岛的食物的 两个国家 哪两个国家 中国跟台湾 这很重要 Momo桑也认为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 对 直接跟大家解释一下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会针对进口食品设定一定的标准 就你那个核辐射被污染到一个程度是不能吃的 对 所以会设定就是食物 如果要经过检测的话 可能 它可能是丝或者是色或者是点 对 不能超过多少的单位 它有个单位 就跟那个来剂差不多概念的 会有个容许值 所以辐射也会有容许值 那大部分的国家是你超过容许值的不能进口 对 不超过容许值的当然可以进口 对 但是目前是只有台湾跟中国是 反正你只要辅导的一律不准进口 对 不只辅导 对 就包括辅导的五个县 这是前面2018的那个公投 本来是台湾是辅导不准进口 然后什么千叶 群马 什么栗木 资成栗木 对 然后是那些国家 这五个县 其他县是什么牛奶 饮用水不可以进口 那公投过去之后就变成都不可以进口 嗯 所以这会有点怪 我们不准他们进口 不是因为有证明这些食物 有被核服射污染 嗯 是反正你从辅导来都不让你进口 就不可以 所以一直说这是吃核食是有点不太对 对 因为理论上辅导 也有可能有些食物 是没有 是可以通过检验的 因为搞不好真的有一些 检验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你一直把他贴上标签说 这就是核食 核食对 所以这其实是这个国际贸易政绩最大的来源 对 那我们之后有跟大家会话一集来讨论 不过我们现在想问一下 某某桑 想做一个日本人的态度 你会不会觉得台湾人这样 就是跟中国根本一模一样 没有 其实日本一般民众的想法是 因为这是死安的问题 我们认为说台湾的一般民众 如果觉得安全就进口 没有的话是不用 就是特别去自己去 就是要改变 对 我们不会去强迫 也和一般民众 确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情绪 那假设你站在日本的利益来讲 利益来讲 你会不会觉得台湾人 台湾人这样子 很不很不OK这样 其实我们也了解就是 哪一些 就是台湾的那个国民性 就是 怕死 很像哦 对 很像哦 就觉得台湾人怕死 虽然也蛮中肯的 是事实啊 对啊这也是事实 不然台湾人就是怕死 所以才会防疫防这么好 对啊 对啊 你看欧米孔这样子进来 这个不过一天可能六十几人得到 八十几人得到 就已经麻烦了 台湾已经下风了 对啊 那日本现在一天多少人得到 一万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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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十例我们就觉得 哦又是 完蛋了 台湾要完蛋了 台湾要垮了 对啊 封城了 一万多两万多 一万多两万多 对 那当然这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好 台湾人是很谨慎 很谨慎 但也反映台湾人就真的是比较怕死 对 对 对 我认为是 啊 现在要说就是这个问题 对 就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前面就是很多国家是做一个标准 然后检查 检查如果过就可以进口 不行就是不行 这样子 就是比较科学一点的方法去做 对 然后我们是认为 所以是 所以是就是不太喜欢听到核实这个名词 就是感觉在就是贴标签的感觉 对 所以日本的媒体希望就是说 就是福岛的发电厂 附近五个县市的食品这样子讲 OK 对 最近民进党做了一个方向调整 他把核实的核拿掉 改名福 对 福实 福实 那被很多人嘲笑啊 对啊 就说以后就是这个核灾就叫福灾 这个我觉得自己也过度 不用国内是这样子 对 只是就是对日本人 就对外讲的时候就是 这样讲的话 可能会日本人会伤心而已 对国内的说法不一定要就是改这样子 因为福岛那边的民众也有很多想办法去去除核污染的一些努力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些是因为有些 日本国内是福岛很多食品是可以吃的 对是为什么是可以因为安全的 所以就是他们说一个是风品的 就是大家说福岛危险 然后他们就是努力啊再改变 然后被这样子讲 有点 难过 对难受 如果福岛所有日本人自己吃吗 会啊会吃 我也会买 真的 你会买什么 特别去买什么 也会买他们那边的米啊 米啊 对啊 你本身住日本的哪里 东京 也是也是很近的啊 对 辅导 东京往上走就是辅导了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就是反对 就是辅导的食品 可是大家最喜欢去哪里 东京 然后去东京哪个机场 陈田机场 陈田机场在千叶线 对 然后千叶线里面 大家会不会吃个东西 会 会 然后台湾是反就是禁止千叶线的食品禁止 对对对 那个辅导五线有含到千叶线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希望是可以就是科学的方法去 科学的方法 对啊 这个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一直有提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不论说我们面对萊猪啊 或者是面对核食 其实都应该是要用科学的标准去做 就是任何事情都应该用科学方法 就包括这个国际贸易的疫情来租 嗯 辅导的食物 然后其实我们在前面解极也讲过比如说艾滋病 对 有这个U等U的观念 对 就这都是恐惧 有恐惧大家都可以理解 对 但是人就是要用科学来去克服这些恐惧 用科学做出判断之后再用政治的方式去做决定 而不是跳过科学直接政治 对 这样很荒谬 这样很荒谬 对 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在台湾就是国内就是哪些党是会反对 哪些党是比较偏向是支持进口 然后大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的看法 对 对 就是民进党是最近就是偏向支持 对 就是进就是五个县市的视频 一个是想要加入TPP 对 的问题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国有可能是今年会开放五个县市的视频 中国今年可能会开放 对 因为为什么是今年刚好是日本跟中国就是开始外交五十周年 哦 中日建交 对 五十周年 有可能是中国今年就会开放 然后中国开放了 然后剩下哪一个国家没有开放 就是我们台湾 就很糗 对 OK 就太垮 对 对 就有点难堪 只有我没有开放这样子 这我蛮同意的 对 我觉得就是 就是要用科学的标准 如果科学的标准通过不了 那就是他们辅导的问题 嗯 对啊 你不能总不能用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好像好像很危险 所以就不做这样子 就是连韩国都有开放 对 对 因为日本跟韩国有点尴尬 对 日本跟韩国感情比较没那么好 比较不好 对 他们也会看这科学的方法去判断 对对 我要跟我讲 听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 那你们找一个日本人当然是这样讲 哎 不用担心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集专门讨论这一集 讨论核词的问题 对 我们会用比较细致的数据 更深刻的论述来跟大家来 有可能这集播的时候那集已经播了 真的啊 因为目前排程还没有定好 因为卡到过年这不是很确定 OK 但反正这集是过年过后播的 嗯 所以这集不太确定会是过年后哪个礼拜播 也许这集上的时候已经上那你就回去听 OK 还没的话就期待一下 没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核实的时候就点到嘛 说民进党想要加入这个CBTPT 对 那为什么日本人要去推动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 国内大概讨论方向是说CBTPT现在是日本主导的 对 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台湾跟日本之间自己这个心结打开的话 你大概也很难争取日本在CBTPT里面 去帮台湾讲话 对 那边有趣的就是为什么日本要去主导这个东西 先帮他讲CBTPP全名叫什么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对 然后主要是这个 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忘掉 这个P忘掉了 好 这个这件事情 日本在里面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嘛 对 对 因为日本是在里面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 而且也是一开始就是主导的是美国跟日本 后来美国自己就退掉了 因为是川普的关系 川普对 他说不要不干人 对 他是就是偏向就是国内 就是保护国内的产业的 对 对 所以就是不要说就是开放经济贸易 对 然后这个CBTPP 就是他的一个特点是 他不是只有一般的自由贸易的协定 里面也是有很多就是关于什么制作权 比如说昨天不是台湾的决定那个法院嘛 对 对对对 台湾决定要把出作权跟商标法加入 让他变成非告诉乃论 对 现在是告诉乃论 以后会把它修成非告诉乃论 这是昨天的新闻 对 对于这些权力的管制 就也是有严格的要求 那为什么做这么严格的要求 是要 一开始美国跟日本就是要排除掉一个国家 什么国家 中国 为什么要排除中国 就是民主的国家 就是作为一个自己的经济的权子 对 OK 所以我觉得就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成立CBTPP 从刚刚莫桑讲 就是他们想要成立一个民主阵线 其实就是围堵中国 围堵中国 讲白一点就是要围堵中国 所以台湾加入这个围堵中国的阵线 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重要 听起来 就是排完之后会不会活下去的一个 关键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本来西方世界是期望 他会加入国际的经济秩序里面 他会慢慢 但民主化 或者是他的市场化会规则化 会透明化 就是他的政治也许不会能够那么顺利的 变得很民主 但是市场经济的民主化 就是市场经济本身是可预期的 有规则的 按照规则进行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 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起来之后呢 变得他的政权利用他的经济实力 到处去经济侵略别人 对 就是说他搞一带一路 然后把钱借给很多比较落后国家 然后那落后家就有点掉入这个县级面 好比说他的港口可能租借100年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他把钱借给斯里兰卡 然后租一个港口 然后人家还不起钱 对 那港口就被要借什么99年之类的 对 中国的看法是他们认为说 那些规则都是西方国家做的 然后自己经济变大了 那这个规则有不满 那怎么办 自己做规则就好 其实刚刚某厂讲的很大的重点 因为我看到非常多人中国的说法都是说 民主那一套都是西方来的啦 对 那时候西方毒素 那跟我们不一样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搞一套自己的 对于民主的定义 所以他们觉得这些 既有的规则都是西方建构起来的 对中国不利 所以他们要去搞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规则 对 那中国因为现在经济蛮强的 所以也很会撒钱 所以确实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是遗附在中国之下的 所以就对于既有的西方的经济秩序下的 霸主 强权欧盟 然后美国形成一定的威胁 对 那他们现在也感受到这个威胁 所以现在他们要想办法 去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去围堵他 就现在的国际关系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其实讲到这边 我真的会觉得 观众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你对CPTPP不了解的状况 其实刚刚贵姿跟孟赏 其实有把他的轮廓 大概建立起来 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们台湾 有没有必要去加入这个组织 对 那如果我们有必要去加入组织的话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才能让我们加入 我觉得这蛮值得去思考的 做了不一定等于可以加入 对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门槛有点高 门槛有点高 因为就是成员国都要统一 才可以进入 对 然后有些成员国就是 跟中国的经济关系蛮良好的 好比说哪个成员国 新加坡也是啊 新加坡嘛 对不对 我记里面有澳洲、汶南、加拿大 对 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纽西兰 秘鲁、新加坡、越南 对 可能有些国家会偏向中国那边的话 就是会听那边的话 对 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蛮麻烦的 因为台湾毕竟在国际上是弱势的 你要去争取大家支持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牺牲什么事情跟妥协 对 这蛮值得大家思考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有的时候 会有个蛮奇怪的现象 做生意上的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 要让利 你才能获得更多 人际关系上的时候 你会知道要妥协 可是面对国际关系上的时候 台湾人总是觉得 干啥为什么我们要牺牲 很奇怪 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都是这样 你说面对国际关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因为一般人 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那么深的问题 对 但是我就是要去批判这件事情 对 就是要思考这么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比一般世界 比世界上更多国家人 更应该思考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们就比较弱势啊 对 我们就是需要更多国际上 我们就是有中国的威胁在 日本不需要啊 对不对 你看日本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中国的威胁 所以他们的年轻人 比较不需要去关心政治 其实蛮令人羡慕的啊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好事啊 要关心才是好事啊 确实啦 但是我可以这样 我们的威胁是跟台湾人的威胁 有点不一样 对 台湾的威胁是 要不要在一起的威胁 对 我们的威胁是会不会被侵略的威胁 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 对啊 有时候其实也会觉得 这个有点像碾鱼效应 嗯 怎么叫碾鱼效应 我讲不确不是很精确啊 就是 年轻人说就是 好像有人在捕沙丁鱼 嗯 然后他捕完之后 他回到岸边的时候 好像死亡率是不知道几% 但是好像放一些碾鱼 因为他跟沙丁鱼好像会 沙丁鱼好像会跟 台湾跟他是竞争关系之类的 反正因为沙丁鱼就会很紧张 所以他就一直游一直游 然后为了好像躲避碾鱼的攻击 所以回到岸上之后 发现死亡率是降低的 所以有的时候 对于台湾来讲 或许也是因为有中国的因素在 这也是一个事实的状态 嗯 好 但我想这个再接续问一个问题 就是诺长应该知道 台湾从1996年以来开始名选总统 对 台湾第一任的名选总统你知道是谁 李登辉 因为李登辉 你知道日本名字怎么念你知道吗 Iwa Sato Masao 就言理正男嘛 对对 大家都会算他这件事情 是言理先生 言理先生 对就是说他是日本人 对 但是不得不说他身处的时代的时候 他真的是一个日本人 对 对 然后他也一直在书中里面 一直提到他是武士精神 嗯 那我蛮好奇日本人怎么看待 李登辉这样子一个总统 当然是他 就大家知道他是 很亲日本的嘛 对 然后日本的 尤其是右派的人 对 听到这句话会不会开心 嗯 会开心 会开心 对 所以我觉得有部分是他是真心的 就是真心喜欢日本 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是政治家 嗯 有台湾 就是为了台湾政治的利益 嗯 对 对日本好 代表是对台湾好 嗯 对我是这么看他 对他会确实而且他会去参败禁国神社嘛 对 禁国神社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一个政治争议 嗯 因为结果神社我记得是参败日本的军人嘛 对 那 那所以我记得他去参败的时候其实受到很多人台湾的抗议就是日本侵略台湾又侵略中国你怎么去参败 但日本侵略台湾这个 我觉得是啊 那是二次大战之前的事吧 那日本刚开始接管台湾的时候 对 一开始台湾人其实很多的武力反抗 日本一开始强力镇压的 哦你是说 对 日本的境内 对 去镇压台湾势力 其实死了非常多人 OK 这也是事实 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不满 但我觉得李登卫确实他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两个因素在 就是刚刚某某商讲的就是 政治因素可能他去有他不妥的地方 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他哥哥在里面 对 他哥哥在里面 对 他哥哥那时候参加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开飞机出去就没有回来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大家说 诶 哥哥在那边 然后会不会就是哥哥的灵魂会不会分出来 不就好了 可是日本的神道教的想法不是 日本的神道教的想法是说 如果你死了 然后你是跟水滴一样 就是水滴滴下来 它会就是融在那个湖里面 不会分开的 哦 因为台湾有个分排位的概念 对对对 分一个排位放在台湾拜他们的排位就好了 对 可是日本神道教不行这样子 然后第二战的时候 那时候的军人都说什么 就是死了之前 就是他们去 主要是去战战的时候都会说什么 我们在靖国见 嗯 哦 对 所以就是他们说就是如果我去就是 去那个战场 然后如果死的话 我们都会在靖国见 嗯 然后就是他哥哥就死掉了 对 然后就是 就是去靖国神社 然后也没办法分开 因为是日本神道教的想法就是 灵魂是没办法分开的 就聚集在那边 确实 就从这角度讲 其实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去参拜 对 只是比较麻烦是就是因为毕竟他是 台湾的总统 对 然后他去参拜的时候是卸任的状态 他其实真的是他可能在那边就两个身份 对 亲人 亲人 他哥哥跟他是前台湾的曾经最高领导者 这确实会有冲突 对 可是这也象征台湾人的一个本身身份上 本身就会有冲突 对 曾经有日本的认同 然后到后来中华民国的认同 这确实都是呈现一个冲突的状态 所以这有一些历史矛盾的部分 对 我觉得这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 不过刚才神道教那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原来跟水滴一样 对 所以就是在那边就不能走了这样子 对 有时候 不过有时候政治就是这样很奥妙 对 就是运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些事情 嗯嗯 搞不好也是刚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双重的身份 他就是啊 所以他去拜进国神社的争议性 就会比较低 嗯 不然你今天不管 比如说什么朱立伦啊 蔡英文 超怪 超怪 因为你没有许人在里面啊 对 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说法 那你就一定会被说成是媚日什么什么的 对 对 不过因为李登会自己本身对日本的文化跟政治 他是高度认同的 对 对 我看到书中里面他一直不断的一直提到 武士精神这件事情 他也去日本留学 对 对 京都大学毕业 很厉害 对 那我蛮好奇一件事情 那到底什么是武士精神 武士精神吗 这个讲到有点难 对 因为你知道日 好不容易举个例子 你知道好比说 好比说台湾 我们出去打棒球的时候叫什么队你知道吗 叫中华队 嗯 可是日本叫做日本武士队嘛 对 对就是会 真的哦 对 你说奥运之类的吗 他们叫日本武士队哦 对我们棒球队的名字叫武士队 对他们会灌个武士人 国家队叫做武士队 对 哦好酷哦 很酷哦 对啊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要就是要放个武士这样子 那不是日本忍者队这样子 对 是武士哦 OK 到底为什么 听起来比较高贵吧 真的吗 对啊 就是武士是一个之前在日本的身份是 就是令人尊敬的对象 嗯 对 他们的生活比较节俭一点 嗯 对对 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对 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 就每天去锻炼自己啊 然后就看书锻炼 然后就是为了民众就是做政治 对 所以他们就是比较被尊重的对象 对对 被尊敬对象 其实我有点羡慕 我也蛮羡慕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觉得日本就是你看 他会在自己的棒球队上面冠个武士 那就比如说这个职位 或这个精神 在他们国家是有共识的 对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精神 是让这个国家里面的人 大家都觉得这个精神很棒 所以大家要去追寻 大家就要去实践 对 可是我一直觉得台湾很可惜 就是我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找到像这样子一个东西 好像没有 就比较没有 因为台湾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历史 对 因为武士毕竟是他们历史中 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社会阶层 对 然后他有精神在 所以李登辉一直会觉得 他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 他就会想说 那我的武士精神 是什么 所以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贯彻这个精神 欧洲就会有什么歧视精神 你说蔡依琳的歌吗 英国有 英国 对 爵士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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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美国不知道 牛仔吧 就是某一个时代下面 会曾经产生过一群人 那 然后这一群人可能在那个时代 他们那个群体 对他们的国家 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然后那个精神跟形象 是具体鲜明 就留在他们文化里面 对 就会被他们文化下面的后人 那 想要去追随的 对 那台湾因为过去两百年 嗯 不断的被不同的人 执民 人民统治 就变成台湾这个群体 没有 形塑出一个这样的阶层过 但也或许被各种不同的 殖民过之后 我们产生文化融合在一起 会有一个新的图像出现 对 我们都忘记问一个问题了 一开始我问他还没有回答 我们就换掉了 什么问题 就是中国打过来 日本到底会不会帮忙 对 最后就是要问这个 好 我们最后先问你这个问题 真的吗 这个是先要讲到就是中国怎么打台湾吧 什么意思 中国是怎么打台湾 就飞弹丢一丢就过来了 我觉得不会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一定是先是那个 先是网路上的攻击 或者是台湾 这现在已经有了 这已经正在进行进行 对 没有是真的是网路 就灌在就是所有的那个 台湾的网站里面 然后就是台湾人用不到网路啊 然后就直接把它切断 电线 或者是对 这些东西就切断 应该是从这边来 对 然后就再去那个 就是不会直接就是台湾的那个市去攻击 先去军事基地去攻击 对 然后这时候 这样的攻击的时候 先会就是一定会就是谁会出来 是美国出来 然后美国的 我认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是 几乎都在冲神 然后冲神是哪一个国家的 日本的 日本 对 所以日本就是必须得后方支援 所以你意思说 日本必须支援美国 对 日本必须得支持 就是支援美国 然后美国会支援哪一个 支援台湾 对 所以你很乐观 不是日本直接支援台湾 因为日本不能就是直接光射到 就是别的国家的战争 因为宪法的关系 对 然后中国要 如果要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从哪边打 就是从东边打 东边进来 为什么要从东边 因为西边现在 台湾都在保护啊 保护好啊西边 从东边进来 然后东边的话是有什么 冲神 对 冲神有美军 对 所以就是中国要打台湾的话 现在一定要打就是冲神 了解 对 然后要打冲神就是代表 代表就是打日本 所以就是 中国要就是 同时要就是攻击三个地方 对 所以甚至他是直接攻打台湾这件事情 可能会涉及到三个国家 对 所以我觉得 之前不是安倍说什么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是这个意思 不是保护台湾什么 真的是日本有事 这很重要 我觉得观众刚刚这个 Momo桑讲那一段很重要 对 很重要 对 不要天真的以为安倍就是什么 台湾有我们兄弟 不是 兄弟有难 兄弟有难 什么 兄弟有难 那那个 狼狼回头 不是跟这没有关系 哈哈 一些加酒用语 对加酒用语 就是 其实安倍讲这句话是 站在日本的利益来讲这句话 他是很务实的 做利益的说明 对 但这很重要 他不是一个情感上的呼吁 那台湾有难 日本也另造 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 听Momo桑这样讲我还比较放心 因为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台湾 才是合理的啊 对 你又有什么 又干兄弟之情 那是 我觉得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对 对 而且其实之前我看到一个在 以前有那个 澳洲的某个国防杂志 他的前国防部长有投书说 如果美国支持台湾 做出了军事的回应的话 那个澳洲基于盟友的话 他一定会帮忙 OK 对 其实所以这个东亚岛链的上的民主阵营 确实有慢慢比较一个具体的倾向化出来 最后那Momo桑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 我们的听众说或在台湾的 台湾人说这样子 就是政治归政治 可是很多日本还是很喜欢台湾 对 我相信 我相信 民众是喜欢台湾的 这句话很重要 台湾的行众也很喜欢日本的 我跟你讲台湾的民众 应该还是最喜欢日本 应该是很多国家都喜欢吧 我觉得包括中国也喜欢台湾吧 没有吗 你说很多国家都很喜欢我们吗 对啊 中国民众也应该搞不好喜欢台湾 其实应该也是啦 坦白说就是撇开政治因素的话 谁要讨厌你 谁要讨厌你 对啊 对啊 台湾这么棒 就是鸡排好吃啊 珍奶好喝 我觉得这个 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日本的民众跟南韩的民众 他们有一些历史上的 对 历史上的一些情绪 必然会不好 对 那中国人跟日本人 有些历史上的情绪 必然会不好 就是台湾跟世界各国 没有什么这种历史上的情绪 因为我们都是被欺负的 对啊 台湾其实 我们没有欺负过别人啊 对啊 对 确实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有什么好被讨厌的 嗯 讲白说是这样嘛 嗯 所以台湾要珍惜这个 要珍惜这个 要珍惜这个机会 嗯 我觉得这是百年一遇的机会 台湾刚好在这个 世界强权的中央 对 然后也因为中美的这个 斗争的关系 我们刚好在一个 非常关键的位置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呃 刚刚听Momo上这样讲 就是 他补充了很多 从日本的观点来看 对 那我觉得西州这些观点 对我们人民很重要 因为大家必须也要 因为我们是有政治参与的机会 不论是选举或是公投 嗯 对 那 我们必须要在政治上做出一个 对我们比较有利的 觉得这件事情 也利用今天这一集 让大家更认识日本的政治文化 对 百货公司 参与率低 哈哈哈 基本上是这样子 基本上是这样子 跟台湾人非常的 不太一样 嗯 英主独裁 还没 没有啦 开玩笑的 好啦 我们今天感谢Momo 感谢Momo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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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ле卡 相当 来 咖嗰 咖嗨 然后 咖嗨 子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